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小军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收救人员深入扭曲变形的车体内 寻找罹难者及生还者 但眼前资力破碎大体 别说一般人难以承受 就连救难人员都出现了创伤症候群 回来之后难免心理上面会有一些 稍微一些压力 那我们同仁都有一些专业的素质存在 但是这么大的场面也是没有看过 那以我自己个人为例的话 回来之后其实感觉上是还好 但是其实睡觉就会突然 就自己就会大概起来个三次 大开始回来的时候会有点睡不着 可是有开高续位上面 四十几位的拟耐者也都是修复完成 也交由家属领回之后 心里的一块大石也放下来 现在也比较好睡 基隆21名投入救灾 消防队员来到秦安宫 在道士的祈福助导下 消灾祈福 道士帮忙队员进身 一一过火 洗涤身上的晦气 让妈祖庇佑队员身心平安 回归正常生活 我们是希望说他回来以后 能够透过这些心灵课程 如果说有睡眠 比如说晚上比较睡不好觉的 那些同仁 能够得到一些 心灵上面的一个护卫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他们说吃一个妈祖山 吃一个平安餐 怕这样可有你后 有的父母这些都是专台 没人办 我们才办 表示说我们基隆区 这个消防队员 公路非常大 要不非常勇敢 政府可以重视这个心理层面 然后我们今天清安宫 也在一个拜拜祈福的仪式 然后希望未来我们市政府 可以多重视我们消防队员 救难队员的这个心理层面的一个修复 然后希望有一些课程可以提供 然后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资源 救人救灾出生入死 是消防队员的职责 尽管没有选择权利 但后续身心灵的辅导 确实需要政府及社会多一点关心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中山区中和路往复兴路 以及中和路的交流道口充满危险 虽然可以左转回车往中和路 喜事以及大庆大城等社区方向 不过许多驾驶人经常抢快 但没有按照地上潮化线方向 提早左回转 导致经常和执行车辆发生车祸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接获反应后 特地邀请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秘书 以及中和里长苏彩雪 和警察局交通处 以及高工局和国产署等相关单位人员 办理会堪将在一个月内在潮化线上增设软值分向感 以及加装监视器 并且清除交流道周边杂草 提升行车视线来改善这里的行车安全 中和交流道这边常常会发生车祸 那今天其实我们就特别拜托了蔡适应立委 然后我们金吉林秘书 还有我们各单位一起来现场办理会堪 就是希望人彻底的解决掉 这边常发生车祸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我们交流道下 其实我们交通处有划潮化线 但其实在现场勘察之后 发现到民众常常都会抢坏 就是没有顺着我们交通的指示标线走 然后在潮化线的时候就会先行左转 那我们今天有会堪的结论就是说 首先我们会在我们草化线那边 增设交通感 逼得我们所有下来的这些车辆 需要照着我们的草化线的指示方向 然后来去行驶 才可以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 第二个其实我们也请我们警察局 在此入口处增设我们监视器 然后也可以避免说 如果未来真的有发生任何意外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厘清的动作 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场其实我们交流到周围 其实很多的杂草的问题 那经过我们跟我们屋主 还有国安署讨论之后 他们也同意把所有的杂草一并清除 让这边的视野变得更宽广 也可以让所有开车的民众 有一个比较宽广舒适的空间 然后也比较不会避免发生交通意外 张炳君也呼吁驾驶人在这个路口 一定要放慢速度左回转 不要抢快才能减少交通意外事故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国际同计会的志工 跟立委蔡世英 市议员张浩瀚等 共同来参与这次的惊叹活动 而这边的阿拉宝湾 是河滨岛珍贵的天然资源 希望唤起国人对于地球环境保护的意识 那同计会本着爱护地球的心态 所以会在今天4月25这一天 联合基隆家族的同计家庭 来那个基隆的阿拉宝湾 做这个禁滩的活动 我们要爱护地球 然后让大家守护地球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同计会家族来阿拉宝湾禁滩 那主要是希望我们这个海洋环境 大家能够共同来保护 那河滨岛公园有机会成为 北关风景区管理宿座的事情 也非常的支持 整个预算的一个提升 除了我们每年固定举办 相关的音乐器的活动 让更多人来到河滨岛公园之外 其实河滨岛公园最近这几年的 整体的设施改善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步道的改善等等 那我期待河滨岛公园 成为北台湾最亮眼的一颗心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促成 我们国际投机会 北域区十个分会 以及我们中正区的一个志工伙伴们 一起来到阿拉宝湾来敬滩 那我们想河滨岛阿拉宝湾 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资源 以及资产 那环境的维护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今天呢 把大家集结在一起 那一起来为我们的环境来做努力 也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市民 给我们的国民 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而这一次静滩的朋友们 清出为数相当可观的废弃物 塑胶垃圾跟漂流物 显示环保工作 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而这一次国际同机会 举办的和平岛公园阿拉宝湾敬滩活动 吸引到了基隆会 罗东会 如意会 世纪会 宜兰会 苏澳港会 喜悦会 精英会 新阳会 体育会 陈美会 平辽志工选手队员300多位朋友参与 共同为环境保护而努力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球场上不管是正面击球 还是反手拍回击 每个动作相当利落 当球弹掉地的时候 在反弹起来的上升期 你就马上出手 这样的时候 你们会争取更多的时间 让对方的压力会更大 细心教导 小朋友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位 他是网球选手陈迪 是我国五届 亚运元老 国手资历丰富 最近和妹妹陈怡 勤家练习 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当球评 甚至说有一些机会 是在学校里面当演讲 把一些过去的一些 比赛的故事 去跟在学校园里面 甚至在一些社团里面 去跟大家做分享 这运动员的这些故事 回到金融家乡 陈迪这几年 积极投入培育网球人才 年年举办 网球夏令营 而妹妹陈怡 当选四议员之后 忙于服务选民 两个人对于网球热爱 还是难以万怀 因此双双决定 今年将代表基隆士 参加全国运动会 今年有这个机会 那我也是鼓励妹妹说 那不然我们就一起 攜手再合作一次 那我们想要在 在自己最喜欢 最擅长的部分 再做一次 最好的表现这样 毕竟已经九年没有 就是正式的训练 然后一开始拿球拍的时候 都涨水泡 就是大概几周前 拿球拍的时候 就感觉很不适应 然后打完球 就是感觉脚 那个柔软度 比以前还要硬化 我也知道自己有年纪的 不像高中生那些小女生 可以这样的折返跑 我会勤加的练习 把状况调到最好 两人决定参加混双比赛 替基隆争取最佳成绩 也希望两个人复出三赛 有示范带头的作用 他们打球都有一定的稳定性 对吧 就是 只是就跟我们不太一样 像我们平常如果跟不同人配这样打的话 通常就是会有些 像有些人打炫球 有些人打快球 就是会不一样 结果你看到 但是他们就是配合的很好 两兄妹从小一起打球 默契十足 希望付出参赛 能够在全国运动会拿下金牌 让基隆家乡扬眉吐气 全愉会 加油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就是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 其实是也是蛮害怕的 可是玩到后面 你就知道被抓的时候要怎么倒 就比较不会受伤之类的 然后就会在过程中 就会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再互补 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 它好玩的地方就是 有点像老鹰装小鸡 但是是小鸡可以做 跟老鹰做反击的 所以它是有点像互相搏斗 团体的互相搏斗的那种感觉 那卡巴迪这项运动是主于东南亚 比较常在玩的一项运动 那台湾的话再去 在上一届 亚运有拿到铜牌成绩 那卡巴迪主要的规则是接触得分 那待会的话 会有选手做示范在 然后表演什么叫做接触得分 然后去实际演练一下 实际竞赛在过程中是怎么样胜利 现在由蓝芳进攻 蓝芳进攻 那蓝芳现在过线之后 要先踩第一条线 第一条线 对第一条线 回去自己的场地才不会死掉 那他主要来 来对方的场地是要去踩得分线 或者去摸人 那现在他都没有接触到人 所以他是没有得分的 所以现在换律芳进攻 那他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他会选择踩第二条线 他只要单脚落地踩到第二条线 就会得分 得一分 所以他看脚的对不对 脚跟手的可以 因为他这个得分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 手脚的身体任何接触 去接触到对方的人 再回到自己的场地就得分 就有点像鬼抓人 那他律芳刚刚有得一分 因为他踩到第二条线 单脚落地 要过线吗 对要过线 单脚落地过线 低一点都要靠下来一点 那他不能阻挡吗 他可以阻挡 就是现在是防守方不敢阻挡 不敢阻挡 对怕会失更多分数 现在 战况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情况 大家还在互相试探 好 这样有接触得分 只要逃脱成功 回到中间的线就算得分 这个项目来自于印度 那 他比较不需要什么成本 他只需要有一个场地 可以划线 他就开始可以有点类似像老鹰 抓小鸡的一项运动 从现场观察 卡巴迪比赛 有点像是暴力版的老鹰 抓小鸡 考验着团队默契 跟选手身体的敏捷度 分为攻击跟防守 而在防守的时候 选手们会手牵手 需要团队合作 然后就是 队员之间需要前手 就是才能比较方便 快速移动出去或是回来 所以这个 运动我觉得比其他运动 就是多了一种 团体信念 还有一种默契的感觉 好 防守成功 当他在踩第二条线 尝试得分的时候 蓝方是可以做 抓 抓脚的动作 去阻挡他得分 那现在是 对 绿方队伍现在只剩下五个人 那得分线要六个人以上才会有 就可能可以在一些步伐当中 然后再做一些假动作 然后比较不会的人 就是只是很 很匆忙的去做一些动作 对 阿慧的人就可能会做一些假动作之类的 防守也是 进攻防守都是 对 进攻防守有什么不一样 呃 进攻防守有什么不一样 进攻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过去 那防守的话就是有七个人在帮你 在这次新住民嘉年华里面 非常贴心的提供一个 跟新住民深度相关的体育活动 透过比赛 让大家实际体验到不同文化 所产生的一个运动项目 这个过程反映出一种民族特性 团结 勇敢奋战 他最早是从印度开始嘛 然后他们 他们以前就是把 很早以前就有这个东西了 他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游戏 就像老鹰抓脚就这样 然后后来可能慢慢演变成 对 现在这样子就比赛 还可以有职业赛啊 呃 这边选手有一些是田径项目 有一些是 有玩过 角力项目 对 主要都是田径 这上面也有以前是足球选手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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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 这场上大部分都是从 一开始就是接触卡巴迪 从国中上来的 就是教练会带我们做一些 体能的动作 然后还有一些技术 上队形转换 因为我们队形转换 需要很快 就是才能 不被进攻手换到 还有一些 呃 比如说防守的技巧 就是例如抓脚 扑脚 或是 像刚后面那个 爆腰 那些之类的技巧的动作 都是需要练很久才会 才会 可以练成这样 像我之前是练田径 就是田径是比较 个人相对比较孤单 其实你在低潮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陪你渡过那个低潮 你必须自己 想办法渡过那个低潮期 所以如果像是这个 像我之前就是跟防守抓不太好 然后就是有队友都会互相鼓励 帮忙加油打气 然后就是可以比较快走出低潮期 然后突破自己这样 而这样尊重多元文化态度 也展见了台湾社会多元包容的 在地文化特质 这样优秀的文化认同 也值得大家好好的细细品味与珍惜 记者黄日生 基勇报导 慈云寺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店参拜哦 想知道基勇市政府各单位 慈云寺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台北市教育局推动台北版准公共幼儿园2.0 自109学年度起加码推动Copay 共同支付教师及教保员薪资方案 包括补助幼儿园营运季提升与维持薪资经费 以及教师及教保员逐年提升薪资经费 鼓励准公幼教保服务员 薪资至少达三万三千元 坦白讲现在少子化 每个小孩子都是被父母当作宝贝 如果你把你的小朋友当作宝贝 那你去幼稚园教保员 他一个月薪水才2万9 甚至更低 你放心吗 我常常说薪水代替品质不会好 所以我们就是说 不然我们就说 如果来参加我们准公共化幼稚园教保员的薪水 从三万三开始起跳 从今年五月起 北市私幼签约加入准公共幼儿园 市府在加码设施修缮补助 除了中央补助20至40万元 北市率全国之先 在加码补助60至100万元 共计可获得80至140万元的补助 另外自110年8月起 北市准公共幼儿园的学费 每月至少可减收1000元 市幼稚园参加我们准公共化的幼稚园 那么跟家长的收费 第一胎是3500每个月 第二胎是每个月2500 第三胎是每个月1500 至于后面那些要怎么处理 那是由台北市政府跟幼稚园 直接来处理 我们也简化家长的麻烦 就是说你对幼稚园反正就是 这一家是准公共化幼稚园 就是每个月3500 2500或1500 按照这是第一胎 第二胎第三胎的顺序 教育局表示 110学年度签约成为准公共幼儿园的期限 到6月15号截止 5月31号前签约 幼儿园将享有一次性的设施设备 加码补助10万元 以及每位幼稚两本图书优惠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学童双眼视差大 小心头晕 竟是飙升跟着来 有眼科医师门诊观察发现 近年来双眼不等式的学生 有增多的现象 当两眼近视度数相差200度以上 双眼视觉焦点不易融合 立体感不好 导致视觉不平衡 容易头晕 也较无法忍受有框眼镜的视差 进而影响到生活与习惯 双眼近视的差别大部分都是远音不明 那有很大部分的话是因为坐姿不良 例如说握笔的姿势不正确 然后他测一个头 然后或者是看书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坐在书桌上面 的话就是造成一个眼睛度数比较深 一个眼睛度数比较浅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先天的 通常视差过大的话呢 在于视差在200度以内的时候呢 大部分不太会有太大的不适感 那小朋友的表现的话 通常因为大部分都是两个眼睛一起看 他也不知道就是他有两个眼睛是不一样的 除非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那如果呢发现了视差过大的话呢 例如说呢超过200度 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的话 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 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会立体感比较不好 但是他就立体感的话呢 并不是小朋友能够明确地去表达出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呢 人类呢是双眼视觉 所以立体感是需要两个眼睛的影像融合在一起 他才能够有立体感 所以大家如果遮一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其实立体感不好 你没有办法很精准地去达到你想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立体感不好的话 就会影响到学习 或者是一些很精密的东西 所以我们建议那个家长的话 如果发现小朋友视差过大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予以矫正 严敏方医师建议 如果孩童双眼视差大 必须及时矫正 可以使用扇童剂或角膜塑形片 趁年轻赶紧矫正 同时调整用眼习惯 长包眼睛健康 记者问俊 台北报道 台北西城青春 中华商场开幕60周年特展正式揭幕 而画面中的石碑是台北市立文献馆初届 重达200公斤的台北市新建中华商场竣工记石碑文物 中华商场在1961年4月22号开幕 是台北市第一座大规模的聚集型综合商场 直到1992年10月20号拆除 31年的台北繁华也是大家美好的记忆 其实我必须要讲 因为我是外地人 那我是在就是那种少女时代来到台北来找同学 他带我去 我印象最深的是点心世界 因为那个点心世界很大间 然后同学带我去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跟我们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后来我看到那老照片就觉得 对我坐在里面过 以前很多小吃摊都是用摊子 要不就是用担子挑的担子 豆花也有 然后还有大饼馒头 那甚至于有一些原住民打猎 有一些活的这些猎物 也会来中华商场兜售 是蛮有意思的 虽然中华商场已经拆除多年 当初在商场里经营的店家 许多被安置在台北地下街 或是中华路周边的商圈 而面对时代变迁和市场竞争 商圈未来的发展更需要政府大力支持 那就是简单讲就是要照节日 照节日 让疫情恢复之后 那让很多的观光客 能来参与我们的台北市的节日 那我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北市 有很多节日都已经固定了 比如说登节 那虽然今年也是延到中秋节 不过我想还是一样会吸引 很多的外线市的民众到这边来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说台北市的街区的发展 商圈的发展 还是能够持续下去 台北西城青春中华商场 开幕60周年特展 从4月22号到5月30号 在西门红楼的八角楼中央展区 展出中华商场各阶段的珍贵物品 老商家的访谈影片 而位于西门丁源环旁边 已经113年的市定古迹西门红楼 则是见证了中华商场的落成与拆除 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味 这段台北的美好时代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请启动 启动飞机操纵杆 象征带领大家飞往新加坡 来自新加坡知名银行企业 再度举办新加坡欢乐城 将八公尺高的数位瀑布 以及新加坡知名景点天空树 和十多家新加坡知名品牌搬到现场 让民众感受到浓浓的石层风情 我们上次的活动 五天 那有三万多人次的参加 那线上呢 也有几百万的人在观赏 所以非常的震撼 那去年原本要在主办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就暂缓 那今年我们卷土重来 在这个地方重新来办第二届 那其实呢 今年的这个活动更盛大 我们今天有大概十个新加坡的品牌 家育户晓的都在场 现场抛夸新加坡旅游局 新加坡航空 以及众多新加坡知名商家 都前来共襄盛举 像是知名的咸蛋零嘴 海南鸡饭 肉骨茶等新加坡美食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